肖家币曾残忍杀害我党革命群众三千余人 1949年时被毛主席亲自下令火灼 最后结局如何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给我一圈翻脸 肖家币出身富个人家 凭借家中资产为祸相侣 可谓是江西岁川一霸 此等恶徒自是我党严厉打击的对象 但是国民党也注意到了肖家币 甚至将其收为己用 得到国民党重用的肖家币 更加不可一世 无法无天 对我党人员进行大肆残害 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 我军遭到了肖家币的阻拦 损失惨重 肖家币不仅捕杀革命人士手段 还极其残忍 岁川县政府领导被肖家币抓获以后 惨遭毒手 受尽折磨 肖家币还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 贩卖鸦片拐卖人口 甚至屠村 杀害无辜百姓 一桩桩一件件 实乃罪大恶极 毛主席早就想将他捉拿归案了 只是由于战争缘故 无暇顾忌 直到1949年我党即将迎来胜利 国民党不成气候 毛主席才下令 必须活着肖家币 交由人民审判 在解放军的大力围剿下 肖家币手下的人都投降了 唯有他自己反抗到底 带着残余势力逃往了深山 最后呢 在当地人民的帮助下 我军将肖家币捉拿归案 1949年11月 在数万民众的共同审判下 肖家币被执行了枪决 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肖家币的财远令人发指 最后的结局啊 也是咎由自取 凡是危害人民大众利益的 向来啊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发表自己的看法吧 我们下期见